我们还要来关心 震惊了整个台湾的台北市幼儿园狼狮案 当时毛信教保员他涉嫌侵犯了6名小朋友 检方更发现他拍摄超过了600部不雅影片 台北地方法院法院进行了一审宣判 他涉嫌涉犯了224项罪嫌 合并重判28年 整个案子还可以再上诉 不过法官也痛批这位毛信教保员犯后态度很恶劣 他的犯行也让这些被害的小朋友身心受创 走下囚车刻意躲在柱子后方 他就是犯下震惊社会幼儿园狼狮案的毛信教保员 台北地缘一审宣判 法官痛批他明知被害人均未满7岁 仍犯下犯行 使被害人身心创伤胜剧 而犯后态度恶劣 十一条加重强制性交 两百零七条加重强制猥亵等 共两百二十四罪 总刑期超过一千两百五十二年 法院合并重判 二十八年有期徒刑 毛信教保员的犯行长达一年 案件爆发一度引发家长恐慌以及社会愤怒 他利用园长儿子的身份犯案 二零二二年涉嫌猥亵三岁女童遭提告 但担任园长的母亲疑似包庇 还持续招生 案件不起诉 直到去年七月陆续有家长报案 他被收押后 检察官在追 发现受害幼童超过二十人 甚至还拍超过六百部不雅影像 而就在宣判前一天 台北市府开设幼儿园不适任公告专区 毛信教保员的名字也列在其中 尽管祭出种种措施以及行政惩处 但小小心灵承受的伤害难以弥补 华世新闻家蔡志敏台北报道